如果美國同意 把台灣送給中共 請問各位 美中關係會好轉嗎 還是說中共聲勢高漲 美國聲勢下跌 美國的美中關係 反而會更壞 美中的問題到底在哪裡 是在台灣嗎 不是吧 那從美國來看就是 對 這是價值觀之爭 是一個體系之爭 也是一個世界潮流之爭 我稱之為叫做 中國特色的這個 精神分裂症 你看他國內 繼續高壓重症 然後國外宣稱 他要改革開放的話 其實叫內外分裂的 一種精神分裂 為什麼中共說問題 美中關係的問題 然後不在於制度 而在於台灣呢 第一 製造籌碼 來對付美國 讓我談判了他的籌碼 沒用 第二 轉移焦點 避免大家看見我的問題 第三 為什麼這樣子呢 因為我知道 我才是真正問題所在 共產主義才是問題所在 全球本身的一個中派路線 已經遭到了挫敗 開始迴降了一個比較保守的 一個自由經濟的一個體制 那就證明怎麼在自由 與專政的對決當中裡面 自由世界還是取得了 怎樣領先的地位 中共非常害怕台灣的選舉 非常害怕台灣的民主政治 因為它曉得 這個民主政治對它來說 是最大的威脅 瓦解中共之後 台灣的對面 不是一個共產政權的時候 台灣才比較安全 當中國大陸不再是 共產政權的時候 台灣安全 亞洲安全全世界都比較安全 新聞大破解 破壞大新聞大家好 台灣的總統大選 藍白和談崩 那今天呢 有三組人馬登記參選 格局確定 而郭台銘是退選的 美國智庫分析呢 這一次2024大選呢 可能是台灣的轉類點 而華盛頓郵報評論警告 中共正迅速地要改變 台灣周圍的現狀 比以往呢 任何時候都更加地干涉 台灣的政治 美中舊金山的會談呢 對市局有何效益 那中共可能在誘騙 公然誘騙 美中第一次公報 台灣要如何因應 歐洲跟拉丁美洲呢 似乎在從左向右轉 那麼阿根廷的大選變天呢 這會是中共拉美戰略呢 劣結崩盤的先兆嗎 我們介紹破解新聞來賓 台灣大學政治系 林玉教授 明居正老師 主持人好 宋老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資深研究員宋國成老師 主持人好 明老師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兩位 法國的費加洛報呢 刊登了一個經濟學家的文章指出 美中的舊金山會談呢 進展有些 基本上什麼都沒有改變 美中的競爭是全面的 是專制和民主國家 生死較量的一部分 我請教 宋老師您對這個的觀察 基本上這個 拜習舊金山峰會雖然結束 但是它的後續的影響 就是余波還是在荡漾的 基本上我認為有五個影響 值得我們去重視 第一個呢 就是說這一次的IPAC峰會呢 證明了美國依然很強大 換句話說呢 它以美國依然維持了一個 全球的領導的地位 這話怎麼講呢 我們注意一下 這個拜登在IPAC這個叫 工商領袖峰會當中裡面 做了一場演講 那個演講獲得了在場 所有的人起力鼓掌超過20秒鐘 等於是說是掌聲雷動 那麼在這個演講當中裡面 那麼拜登繼續強調 美國本身的領導力 依然是強大 而且是可靠的 那麼他宣稱全世界是 可以依靠美國 那麼另外他還提到就是說 美國過去這麼多年來 在IPAC已經投入了2000億美金的投資等等 這些都證明就是說 拜登不僅是掌握了整個 IPAC峰會的一個在場的優勢 所謂的這個組場的一個主導權 同時他也掌握了這個 全球的話語權 這個第一個我們認為 第一個影響可以表現在 美國繼續的強大 第二個呢 相對的就是表現出 中共不再崛起 國力在衰退之中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中共這一次呢 就是怎麼講 披著這個羊皮的狼 才去一種叫做 我稱之為中國式的綏靖主義 對美國的綏靖 他說我願意跟美國做朋友 我們願意跟你做你的夥伴 等等的 這些說法呢 其實我稱之為叫做 中國特色的這個精神分裂症 什麼叫精神分裂症呢 你看他國內繼續高壓統治 然後國外宣稱他要改革開放 這不就是一種內外有 我們稱之為內外有別 其實叫內外分裂的一種精神分裂 你想想看 你怎麼可能去誘騙美國的企業家 到你一個繼續高壓統治的一個社會 然後從事他們 認為穩當可靠的一個長期的經營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樣一種說法 我就覺得就是說 習近平執政十年嘛 現在又 好像又回到鄧小平路線來了 對 那麼李克強也幹掉了嘛 結果只能夠證明怎麼樣 確實長江黃河是不能倒流的 所以我們看看過去中共經歷的十年的 文革的十年浩劫 現在看起來好像又經歷了習近平 這什麼東西呢 十年空轉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呢 我認為台灣的議題在全球的地緣政治上 的緊張的關係 越加的緊繃 我們接下來會再談這個問題 最引人關注就是習近平在這次會議當中 講他說沒有人告訴他說 我們有什麼二零二五 二零幾年的那種攻台的計畫等等 注意習近平指示說 我們沒有立即去執行攻台的行動 但是呢 並沒有說從來都不存在的攻台的計畫 這個話要辯證的來理解 什麼叫辯證呢 就是他只要敢大言不慘的 正面的說 那麼我們就要頭腦清楚的 反面的聽 然後把它核出一個 中共真正的一個動機以圖謀 所以我們如果辯證來理解的話 實際上中共要不要攻台 不需要時間表 他只要他認為時機恰當 他就可以攻台 所以所謂的無攻台計畫 的這樣一種說法 其實意味就是說 習近平他隨時可以攻台 沒有人跟他說 並不表示他沒有跟別人說 所以其實就是只要攻台 就一定會有計畫 因為你從邏輯上來看的話 就是不可能存在一個什麼東西呢 沒有計畫的攻台行動 去年的那個圍台的軍演機 基本上就是一個 看起來就是長期的策劃 要攻台的一個行動 對啊對啊 你演訓你也要有計畫 你要有演訓計畫 還有那個天天在天上 繞那個中共的軍機 它是隨時可以從演訓 轉變成實戰 以無演轉戰 所以不要聽它這一番鬼話 哪有一個叫做 沒有計畫的攻台行動 這是不成立的 第三個的話 關於這一點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說 當然習近平這樣一種扭捏作態 或者是一種 我們稱之為外交這個欺瞞 也容易給世界造成一種 一種假象 或者是一種誤判 認為就是說 好像台海有危機去緩和 那麼這是一種 我們稱之為對習近平的誤判 或者叫做誤判習近平 這污寧可以說是 由於這一次中共的這種 外交的這種表演 跟外交的這樣一種作態 所營造出來的一種虛幻的 或者是一種虛假的效應 這點可能是值得我們 比較憂慮和重視的 那麼第四個呢 就是美中之間的 這樣的一種會晤 基本上多多少少 對於美盟國家本身 還是會產生一種叫做 美國性性的一種動搖了 當然這裡頭 要看成都的問題 但是某種程度的分化 還是會出現的 這也是比較 讓我們值得憂慮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比如像日本韓國 或者是澳大利亞等等這些國家 他看到美國老大哥跟中共握手言歡等等的 難免會覺得就是 那我過去跟你一起相約來圍堵中共 那未來是不是會出現一些不可預期的變數 所以這種美國信心某種程度多多少少會有一點點生動 那麼第五點就是我認為第三世界國家對中共的信心也出現了下降 這一次的阿根廷的這個變天就可以充分的證明呢 可能已經出現了一種所謂的離中或者是脫中的這樣一種徵兆 因為這個中共在這些第三世界的國家看起來 這有點像美國求和嘛 我剛剛講嘛 願意做美國的朋友 願意做美國的夥伴 以前是帝國主義 亡我之心不是啊 而且要敢於鬥爭敢於亮劍 現在就是怎麼樣呢 戰狼變成綿羊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第三世界國家也會對中共的這個信心 也會出現下降 而且認為中共這個 好像看起來並不可靠 好像美國可能比較可靠 會有這樣的疑慮等等的 甚至有人認為就是說 由於中共這樣子 中央變色嘛 變來變去的 有可能這些第三世界國家 隨時會被中共出賣也不一定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未來這個第三世界國家 對中共的離心力呢 可能會慢慢的這個明顯的產生出來 它已經賣了烏克蘭跟印射利了 其他國家看起來更害怕 對 所以這個 我們阿根廷那個總統大選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質疑 我指標嘛 有時間我們榮厚在台 好 我們這邊看到這個 美中的舊金山會談之後呢 國際上普遍認為說 美國跟中共在台灣異地的立場 沒有出現什麼改變 不過呢 美國的前副國安顧問博明呢 他就注意到了 中共黨魂表明要 美國支持中共所謂的和平統一 那他認為呢 這是中共的目標出現了一個重大轉變 我先請教明老師 你怎麼看這樣的警告 好 坦白說是有一個轉變 因為你如果回頭看中共過去的記錄呢 中共過去對於這個 美國怎麼介入兩岸問題呢 他的認知是很明確的 他最早認知是 美國不會介入兩岸問題 所以韓戰之後他非常生氣 然後中美協防協定之後他非常生氣 然後等等他非常生氣 所以第一呢 美國原來表明說不介入兩岸問題 然後中共也不希望美國介入兩岸問題 但是後來略有改變 但比較大的改變呢 是在1979年呢 他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之後 那麼略有鬆動 可是美國也一直沒有鬆口 那現在我們看到很明確出來 要求美國支持中共的 和平統一政策呢 所以博明的觀察呢 有它的道理 我們可以回到1972年呢 就是遷上海公報前後 也就是尼克森 基辛吉 跑到大陸去 然後見了毛澤東 周恩來 雙方進行了多場的會談 那麼那會談呢 後來都變成了文字稿 然後在美國的檔案裡面呢 一直是這個密檔 前幾年才解密 解密之後呢 就有人把它翻譯成中文 當然就是美國 解密的檔案裡面 有些原文字呢 還是沒有解的 那美國要告訴你 39個字或56個字沒有解等等 那從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問題 因為尼克森 基辛吉 跑去見了毛澤東 周恩來 雙方談了這個 國際大格局的問題 跟他談了這個 我們之間的互動 當然特別集中談了 這個兩岸是不是要統一了 然後台灣是不是要獨立等問題 各位可能很驚訝 毛澤東在那邊 明白跟這個尼克森 基辛吉講 你現在把台灣送給我 我也不要 因為那個地方 反革命分子太多 我可能沒辦法處理 但是呢 將來我要 一百年做我要 那如果要做打仗也再說不惜 這個話很奇怪吧 跟你想要不一樣 然後還有一點你會更驚訝 他說台灣現在 由美國來管比較好 對 所以你這個東西 這個宋老師一定看過這段文字 所以你講過這時候 你就覺得很難理解 那麼也就是說 他們對台灣問題 其實原來不那麼著急的 所以你剛剛講到什麼生死攸關 或什麼那些很奇怪 好 那對台獨問題 他們怎麼講 曾文來很明確要求尼克森說 那你們是不是要公開講說 我們不允許台灣獨立 他用英文叫 not allow 不允許這個台灣獨立 尼克森說我們做不到 尼克森說我們做不到 他說這樣好了 我用另外一字叫 discourage 就是不支持 那現在美國官方呢 中文的翻譯叫做不支持 但用的字比discourage 就在清潔的叫做 do not support 那麼oppose或反對呢 是意我可能採取動作 do not support 就是一個立場跟這個 認知的一個表態 我沒有任何動作意涵在裡頭 換句話說 美國對這個問題 我們沒有動作 好 那麼 所以這麼多年來 美國一直秉持這個立場 就是我不支持台灣獨立 那對於台灣問題 或對台灣地位 他怎麼看的呢 美國很明確講 希望台灣問題 有兩岸來和平解決 這最早的說法 請各位清楚 有兩岸和平解決 後來尤其這幾年 講說希望中共 和平解決台灣問題 你覺得兩句話有什麼不一樣 你其實兩邊都要和平 現在只說中共也要和平 還有另外一點 主詞改變 對 主詞改變 如果兩岸來和平解決 那台灣的角色很重 如果中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 那台灣基本沒有角色 對不對 那也就主詞改變之後呢 我認為反映了美國內心的想法 他真的覺得 中共現在比過去強大 所以他才會有這樣的想法 也就是說 你強大的是 你不可以這樣幹的什麼等等 所以到了1979年 美國不是跟 就卡特不是被騙 然後美國跟中共建交 然後跟台灣斷交嘛 然後國會就立刻通過了一個 台灣關係法 我多次跟大家引用這段話 台灣關係法的第二條 第二幕 第三點跟第四點 我要讀給大家聽 表明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之舉 是基於台灣的前途 將以和平方式決定這一期望 翻成白話就是 美國跟中共建交有前提 這前提就是台灣問題 和平方式解決 如果不是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話 理論上美國可以切斷跟中共邦交 對不對 這句話是意思 第四點 那什麼叫非和平方式呢 包括經濟體制 經濟抵制跟禁運 都叫做這個非和平手段 為美國所關切 到了1982年 前八一七公報 那雷根發現上當了 所以趕快加上六項保證 前面兩點我不說了 我就說後面四點 美國明確跟台灣講 美國不會擔任兩岸談判的條人 美國不會逼迫台灣與北京和談 美國不會修改台灣關係法 美國不會接受中共 對台灣主權的看法 很明確啦 那這個現在已經變成 美國這個法律了 變成它的一個議案了 那麼也就是說 美中國過去對台灣問題 交手多年 雙方這個立場各有一些變化 但是雙方立場的變化 基本上我得說清楚 第一中共的這個聲勢上來了 因為它的經濟實力各方面 不小心被美國搞強大了 當它經濟實力強大之後 它的動作就比較積極 就比較凶狠 然後不管是搞戰狼外交 搞南海啦 搞香港啦 搞新疆 維吾爾等等 所有東西美國看在眼裡面 你跟過去不一樣了 所以雷根的這個六項保證之外 它另外還寫一份東西 就是我雖然切了八一期公報 但是對台灣的武器銷售的值跟量 要跟中共的力量相匹配 也就是說中共的力量上升的時候 那我對台灣的這武器銷售 值跟量上升 然後中共再上升 我值跟量上升 等於實質上它修改了八一期公報 這樣的話美國才有個立場 將來後來賣給我們F-16 那麼也就是說 美國跟中共對台灣問題纏鬥多年 那現在雙方其實都滿明確的 那中共現在為什麼轉變 對不對 中共為什麼轉變 本來我不希望你介入台灣問題的 我希望你就不要碰台灣就好 那現在我改口了 策略改變就代表說 我的框架改變 我想用這個新的框架來套美國 套美國 套過去套過 它從上海公報就講過 台灣是美中關係 繼續改善的最大障礙 美國居然接受這句話 居然接受這句話 所以這些年它一直在重複這句話 美國也沒辦法 因為它在上海公報的時候 已經同意這句話了 所以一看到你講說 是不是要欺騙第四公報 是 如果要欺騙第四公報的話 我才有兩個重點 第一你徹底停止對台軍售 第二你要不要逼台灣來跟我進行談判 所以結論是美國對中共這個問題 中共其實前進了一步 所以我們要特別小心 要觀察中共往後什麼動作 然後美國會不會再上當 嗯 感謝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新聞大破解 美中的舊金山會談之前 中國大陸多地早已就爆發 有新的疫情 那兒童尤其是感染嚴重 中共在掩蓋疫情 現在連世衛組織都坐不住了 要求提供資訊 中共前駐美大使崔天凱 接受清北京的香港媒體訪問 是大談所謂對中國人生死攸關的問題 但他不是提疫情 而是說台灣 所以我先請教這個宋老師你怎麼看 崔天凱這個是奉旨在放風嗎 或他有其他目的 我想與其說是奉旨放風 我不如說他叫做真心話以大冒險 怎麼還怎麼樣 就是他無意間流入了真心話 接下來要跟美國進行大冒險 這話怎麼講呢 當然他的真心話其實還是一派胡言 我來一一加以說明 你剛剛提到接受香港南華早報的訪問 他怎麼講呢 他說台灣問題是一個事關國家主權 領土完整 還有國家統一的問題 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 沒有後退跟讓步的餘地 什麼叫生死攸關 有這麼嚴重嗎 難道你不統一台灣 中共就垮台了嗎 或者是說你不統一台灣的話 那麼中國人就活不下去嗎 那麼講的這個生死攸關 真的講的是嚇死人 這第一點 第二點 那台灣也不是你的主權範圍 那麼也不是跟你是同一個國家 我們叫中華民國 它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台灣也不是你的領土的一部分 哪來了什麼生死攸關的 什麼國家統一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胡編亂造 雖然說是真心話 但是是一派胡言的真心話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崔天凱又加碼的說 他說什麼大陸方面 願意繼續以合併的方式 完成統一等等的 不過他也警告說 在這個問題上面 大陸方面的忍受 和被激怒的程度怎麼樣 是有限的 他強調這一點 那你中共到底在忍受什麼呢 你是在忍受 你如果沒有併吞台灣的野心 得不到滿足 然後就怎麼樣 這個忍受不了嗎 或者是說 什麼叫忍受限度呢 你這個無法忍受 這個中華民國繼續存在 還是說你無法忍受 台灣的民主的制度 繼續在發光發熱呢 所以我搞不懂你這個忍受什麼 以及你的忍受的限度 到底是什麼 這是第二點 然後他又說要 他又說怎麼樣 他說如果還抱著世界 就是一個大國之間 零和式競爭的思維 然後他會罵美國 那麼路就會越走越窄 陷阱一個接一個 我真不知道是 中共把路走了越走越窄 還是美國把路走了越走越窄 而且你自己說什麼 台灣的問題 那麼這個是一個什麼 沒有後退跟讓步的餘地 沒有後退與讓步的餘地 你這句話 不就是赤裸裸的一個 你自己所說的 零和式的冷戰思維 所以你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做賊 又我在喊做賊 而且中華民國這些年來 已經退的 被壓的 退的夠多了 哪裡前進啊 所以應該來講說是 中華民國已經退無可退 已經是忍受了你的這個 霸凌跟欺負 我們的忍受也是有限度的 如果我們真的要這麼講的話 那麼講完這個之後 我們就來講一下 博明的觀點 我覺得博明的觀點 剛剛明老師談得非常的精彩 值得重視 為什麼值得重視呢 那麼有一位專人做家叫羅金 他在華盛領郵報發表了一篇文章 他說許多人以為 就是拜席峰會之後 拜席峰會之後呢 好像雙邊的關係趨於緩和嘛 但是其實呢 大家都忽略到 而且真正引起重視的 應該是什麼呢 雙邊關係當中 最重要的一環 那個叫做台灣議題 而且他引述 博明的觀點認為就是說是 習近平已經不會再忍受台灣的現狀 極於要打破現在的這個台海的現狀 所以 博明他講得很清楚 他說現在中共的立場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說我習近平不會再容忍 台灣目前存在的現狀 那麼 而且是你美國阻礙了我 阻礙我打破這個現狀 你美國阻礙了我打破的現狀 美國是說我不准你打破現狀 那中共反過來講說 是你美國阻礙了我 中共要打破台海的現狀 這句話就非常的尖鋒相對了 而且博明特別指出一點 就是說 中共呢認為中美關係的改善 只有一個條件或者是一個基礎 這個基礎是什麼東西呢 美國必須要支持中國 中共接管台灣 就是所謂的 美國應該支持中國的 和平統一的方案 所以剛剛明老師提到我非常贊同 就是說是 現在中共提出了一個 以前是反讀嘛 然後這個等等的 現在就提出一個所謂的 和平統一的方案 來作為一種新的一個框架 來套出美國 你叫美國一起促統 對 叫美國促統 不僅是反讀而且要促統 所以他才願意當美國的夥伴 跟當美國的朋友嘛 這是博明所講的 所以綜合來看的話 我覺得就是 中共向美國提出的這個 其實是兩個非常清楚的條件 一個就是說 你停止武裝台灣 另外就是怎麼樣 你要支持我中國和平統一 等等的 但是看起來美國是拒絕了 為什麼 你停止武裝台灣 是違反台灣關係法 支持你的和平統一 和平統一也是改變現狀 所以美國基本上來講 就是也算是一概拒絕了 但是我們也看到 中共的奴役算盤是怎麼打的呢 他說美國你要放棄台灣 你不要賣武器給台灣 讓台灣怎麼樣 完全手無寸鐵 然後讓你中共怎麼樣 像炭狼取物一樣 可以拿下台灣 天下哪有那麼奴役的算盤 所以我的回答就是說是 我想你中共你想得太美了 那麼你繼續做你的中國的白日夢吧 米爾老師怎麼看呢 那個我先說一下這個 所謂生死攸關 我剛剛說了一下 中華民國從這個民國38年 簽到台灣來 現在已經74年了 那他生死攸關74年了 還沒解決這個問題 他不曉得他生死攸關多少年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崔天海講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注意到 他在習近平要到舊金山 去開會之前講的話 目的就是放風就是製造輿論 也就是為即將到來的敗席會 不管是談判也好會面也好 然後去進行這個一個鋪陳 然後做一個這個準備 簡單說就是創造籌碼 對啦對中共來說 台灣是非常大牌 但未必生死攸關 這話聽講矛盾那並沒有矛盾 我慢慢解釋過就明白了 那麼所謂是大牌 就是我前面講的 因為中共去跟美國談判的時候 他自己曉得 不管是當年也好或現在也好 他說沒有太多籌碼 沒有多少牌可以打的 對不對 你論經濟也好 論軍事也好 或論科技也好 論文化也好 論宗教也好 或論意識形態也好 你沒有樣的東西打得過美國 你可能個別有幾樣 尖端的東西略為超前 但也就是如此了 你很難構成一個完整的 不管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的 任何地方的一個完整的產業鏈 你沒有辦法拿這東西去對美國打 你就拿意識形態好了 美國它曾經的這個英國 曾經的工業革命 發展出一套的資本主義為基礎的 民主政治體制 然後社會多元等等 現在已經變成國際潮流了 你中共明顯的東西 要被淘汰的東西 大家都看見了 在東歐 在蘇聯都淘汰了 你要死爆的一個 在別的地方早已淘汰東西 你要跟去美國對抗 這不太可能 所以它在各地方 各個領域都沒有排 面對美國的時候 它必須要創造排出來 必須製造籌碼 就這個意思 所以對中共來說 台灣絕對不是一個生死攸關的題目 但的確是一張大牌 也就我剛剛說的 你先把台灣這樣牌丟出來 然後框住美國之後 然後我再慢慢再來玩 這是它的談判手法 因為它曉得我的籌碼太少 我們還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它有求於美國的多 美國有求於它少 所以它沒有什麼籌碼 這第一點 那麼在沒有籌碼的情況下 怎麼談判呢 找題目 找一個什麼樣的題目呢 我找這個題目來製造你的罪惡感 當你有了罪惡感之後 你自己覺得理虧 你在談判上的氣勢又比較低 你比較願意讓步 對不對 這是第一層 第二層就是 我把題目找出來 然後拼拼去喊的時候 大家就轉移焦點 大家就注意這件事情 就忘了真正的題目 真正的題目是什麼呢 我們等一下再講 所以現在回到1971年到72年 71年是基辛吉去了兩次 72年呢尼克森去了 所以剛剛講說尼克森 曾基辛及毛澤東周恩來 在北京大談台灣問題 談什麼 中共當時跌入框架了 我們剛剛不是說了嗎 台灣是美中關係繼續改善的最大障礙 美國居然接下來了 美國居然承認 對台灣是我們繼續往前突破障礙 你美國糊塗了 你美國糊塗了 那麼也就是說 中共跟你講 我們關係之所以不能改善 因為台灣 美國居然相信了 好 那我們就算接受這個邏輯 好 如果台灣真的是美中關係 繼續前進的障礙 那如何解決障礙呢 中共說法就是把台灣送給我 就沒有障礙了 好那我們送吧 如果美國同意把台灣送給中共 請問各位 美中關係會好轉嗎 美中關係會好轉嗎 還是說中共聲勢高漲 美國聲勢下跌 美國美中關係反而會更壞 是不是這樣子 這邏輯不是很簡單嗎 所以那我們現在就往前推進一步 美中的問題到底在哪裡 在台灣嗎 不是吧 他們自己講得很清楚 在我們雙方水火不同的價值觀 在我相信共產主義 我要埋葬資本主義 而你是資本主義的代表 那從美國來看就是 對這是價值觀之爭 是個體系之爭 也是個世界潮流之爭嘛 不就是這樣子說嗎 那所以說了半天 那中共為什麼講說 問題在台灣呢 因為我不這樣說話 我沒有籌碼給你玩 那沒有籌碼的話 那我怎麼辦呢 所以我要創造籌碼 所以弄來弄去 只能玩一個假的民族主義 因為民族主義 你不能講說我一黨專程比你好 現在中共講我一黨專程比你好 只講了什麼東西呢 只講說我比較有效率 可是大家看見效率的背後是什麼 我們常常講 如果說它的這個決策正確 執行有力 那效率的確非常好 但如果決策錯誤執行有力 那那個效果呢 可能是非常糟糕 它代價可能是千萬人頭落地 就像大藥精一樣 人民公社一樣 所以中共現在能夠拿出來說 我共產主義一黨專程比較優秀 優秀在哪裡 在效率而已 但是效率它可能是一個兩面刃 除此之外 請問各位各位聽了這麼多年 共產主義或中共 還能拿出什麼東西來論證說 共產主義的確優於資本主義呢 沒有啦 經濟生產趕不上人家 創新趕不上人家 科技發展趕不上人家 那唯一你說軍工科技發展 軍工科技發展是你窮兵毒 把老百姓的錢搜刮過來之後 不讓老百姓過好日子 然後拿去發展軍工 跟北韓一樣嘛 所以大家說那個叫北朝鮮 那你叫西朝鮮嘛 就這意思嘛 那麼就是說來說去就是 中共它必須要遮掩它的弱點 然後它就掩蓋了真正的問題 好 我們現在回到核心上部分來 所以為什麼中共說問題 美中關係的問題 然後不在於制度而在於台灣呢 第一 製造籌碼來對付美國 這樣我談判才有籌碼可以用 第二 轉移焦點 避免大家看見我的問題 第三 為什麼這樣子呢 因為我知道我才是真正問題所在 共產主義才是問題所在 然後我違背了世界潮流 中共一天到晚講世界潮流 世界潮流 為什麼 因為當初馬克思這樣講 人類潮流這樣走到最後 經過資本主義之後 之後走到共產主義 所以這個是人類潮流 等到蘇聯走一段時間之後 大家覺得不錯 等到蘇聯垮掉之後 發現說走錯路了 走錯路了 中共過去幾十年代的改革在收縮 改革在收縮 改革在收縮 不就證明說 它其實是違背潮流走的 才會這樣子嗎 所以它非常清楚 共產主義本身才是問題 才違背了潮流 那麼也就是這樣 它才要遮掩問題的所在 讓大家看不見真正問題所在 這叫做轉移焦點製造話題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全球華人必須看懂必須聽懂 那麼美國的朋友們 也必須想清楚 你們之間的問題不在台灣 台灣不是問題 共產主義 共產黨 一黨專政 才是真正的問題 感謝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新聞大貨街 台灣總統大選倒數五十天 中共是怎麼看 怎麼介入操弄呢 例如中國台辦在放話 在攻擊賴清德和蕭美琴的搭配 出手介入兩黨的藍白河 中共十月份放消息說 查稅富士康 日前在武漢開出了 第一張罰彈 藍白河是坦崩了 郭台銘也退選了 《華盛頓郵報》刊登了 羅金的評論 認為說 中共正迅速地在改變 台灣周圍的現狀 而且比以往任何時候 都是更加地干涉台灣的政治 中共黨會已經透露它的真實意圖 而美國的智庫 亞洲協會認為 美中在地緣政治緊張加劇時 各自發揮影響 2024台灣大選 有可能成為台灣的轉捩點 我請教明老師 您認同這樣的看法嗎 不太認同 我都不認為說有那麼嚴重就是了 當然對台灣 對我們台灣人來說 台灣大選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又決定了我們未來幾年 到底要怎麼過日子 這些年應該這樣說吧 這幾個禮拜 大家談台灣大選 在電視上看了很多了 有人說說 中共對台灣的幾組候選人當中 比較喜歡誰 然後比較不喜歡誰 然後這個比較討厭誰 然後比較不討厭誰什麼等等 這是第一種說法 那有人更進一步說 那如果誰誰誰當選的話 那兩人就怎麼樣 那如果誰誰誰當選的話 那兩人又怎麼樣 所以真的比來比去 其實在我看起來就是 多少有點自我矮化 也就是用了中共的角度 在看問題 我不是說中共的角度不重要 但是請各位要了解 中共的角度背後 它是有一個陰謀在那裡的 我們馬上就要講這件事情 那麼也就是我說這個背後 其實中共有一個文宣洗腦的構想在那裡 它目的在哪裡呢 在轉移焦點 我們前面不是談了說 美中關係的這個核心在哪裡嗎 大家說美中關係的核心在台灣問題 那現在說兩岸問題的核心在哪裡 在統獨 真的是這樣的嗎 我們剛剛已經證明給各位看了 美中關係的核心不在於台灣問題 所以我現在證明給各位看 兩岸關係的核心也不在統獨 大家說在統獨 因為中國很在意你們獨 所以你們如果讀的話就怎麼樣 如果統獨就怎麼樣 好 那這樣子 我們退一萬步 我們來接受統 我們來接受統 那怎麼接受統呢 有兩種統法 第一種統法就是大統小 他比較大我們比較小 所以大統小 第二種就是 誰說一定要大統小 難道不可以好的統不好的嗎 對不對 好 那哪邊好哪邊不好 全世界都看得非常清楚 好 那現在我們再退一萬步 我們接受前面的論述 如果我們接受大統小 也就是接受中共統一台灣 好 那麼中共統一台灣之後 請問各位台灣會怎麼樣 第一 生活下架 第二 民主消失 第三 自由消失 然後很多人移民逃走了 認出去了 錢也帶出去了 跟香港一模一樣 對不對 大家這個擺在各位眼前的事情 這很簡單呢 他只不過取消了一國兩制 然後一國兩制 玩了二十幾年 他玩不下去了 他取消一國兩制 那就變成這樣了 他還沒正式說 我把香港納進來呢 就完成這樣子了 好 那我們再往下推演 如果中共併吞了台灣 然後美國歐洲各國呢 也都默不作聲 最後怎麼樣 中共企業會更加囂張 然後更加向外擴張 全世界萌受的威脅會更大 大家說不會 那請各位回頭去看看 1938年到1939年 當時歐美這些歐洲的主要國家 逼迫捷克說 你對德國讓步吧 你對納粹讓步吧 他要的不多 他只要你那塊蘇台德地區 因為你捷克的蘇台德地區 住了三百萬德國人 他只要這一塊 然後希特的說 我要了這一塊之後 我別無領土要求 我不會再要別的東西了 那我們就相信他吧 那最後在各國威逼之下 捷克含淚簽了 捷克簽完約之後呢 然後這個出台的地區 被德國併吞了 匈牙利吃他另外一塊 然後希特再度進兵 撕毀了這穆年也寫定 把捷克整個都吃下來了 捷克吃下來之後 希特停下來了嗎 各位回想一下 他不就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嗎 你負責代價更高啊 你當初不簽慕尼黑協定 你當初就是站起來 跟他硬碰硬的話 你就不必犧牲幾千萬 甚至上億的人口呀 這不就是最好的歷史證明嗎 那如果說大家站起來 去力挺香港的話 那香港今天也不會這麼慘啊 不就是這意思嗎 好那所以我說了半天 我在說什麼呢 我在說的是 那中共為什麼這樣去講台灣大選呢 第一分裂台灣內部嘛 我喜歡這個我不喜歡他 所以你們去投我喜歡的人 你們不要去投我不喜歡的人 他在操控台灣內部 他在分裂台灣內部 而台灣很多人呢 津津樂道地陪他的家 這第一個 第二呢轉移焦點 為什麼 真正的焦點在台灣嗎 不是啊 在中共的不民主嘛 他在打煙霧戰 他在把水搞混 這樣子呢 他把問題 把他的問題推到台灣來 大家就在看台灣的問題 就完全忘記他的問題了嘛 掩飾了他的不民主嘛 所以這說了什麼呢 這說的是 中共其實非常害怕台灣的選舉 中共是恐懼的 因為台灣的選舉 在鬧哄哄的時候 恰恰好證明說 你看中共做不到 中共就是不民主的 中共就是一黨專政 大家都看見了 為什麼 他違背世界潮流 不就很清楚了嗎 那有人朋友跟我講 這個大陸人不喜歡民主政治啦 他們奇怪一黨專政啊 什麼等等 那我意思說 那你意思說 中國大陸人奴性比較強 願意被人家壓迫 願意被人家統治 願意被人家剝削 然後還心甘情願 是這樣子嗎 絕對不是這樣 中共統治中國大陸 過了七十幾年 其實三天兩頭呢 就有反共的抗暴 反共的抗爭 我不予多說 數幾個給各位聽就好了 1956年到57年 大陸有高校起來 聯合反共 就被殘酷增壓下去了 1957年 這個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 右派分子講了很多話 就是輪流作樁 什麼叫輪流作樁 你共產黨幹得不好 你就下來換民主黨派上去幹 這叫什麼 這叫輪流作樁 叫民主政治嘛 這不就是反對黨專政嗎 然後大家說 這被鎮壓下去了 然後大家熱火朝天搞了三面紅旗 大家一定對 然後來到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固然是鬧得翻天覆地 但大家知不知道 文化大革命裡面 有一支力量叫人民文革 什麼叫人民文革 有一批老百姓 有一批知識分子 看見了共產主義的可惡 然後想利用文化大革命 那種天下大論機會推動民主的這個樣 推動民主的這個劇本 推動民主進程 這叫做人民文革 最後被中共發現鎮壓下去了 1980年代有過自由化 有過資產階級自由化什麼等等 也是追求自由啊 六四事件也是追求民主嘛 剛剛講的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也是追求民主啊 大家說這是發生在香港的 白紙革命 不是就明白告訴你說 我們不喜歡一黨專政嗎 不就是這樣嗎 而中共看白紙運動 就是一個顏色革命 就是要推翻偉黨專政嘛 那大家說這都不是 那好那你怎麼解釋潤出去啊 潤出去不就說明 我們很多人不喜歡那個制度 才跑出去嘛 那很多大陸遊客 當年來台灣的時候 看台北市議會 看議員去質詢議長 高興來那邊拍桌子 然後拍那個玻璃板 高興得不到 這個才叫做民主政治 這叫什麼 這叫人性 所以我再說一次 中共非常害怕台灣的選舉 非常害怕台灣的民主政治 因為它曉得 這個民主政治對它來說 是最大的威脅 為什麼是最大的威脅 因為它很清楚 它才是真正的問題 所以要解決問題呢 不是把台灣衝給大陸 也不是來大統小 而是好統不好 如果要統的話 那麼如果不要統的話 那至少要做到一件事情 瓦解中共 瓦解中共之後 如果台灣的對面 不是一個共產政權的時候 台灣才比較安全 當中國大陸 不再是共產政權的時候 台灣安全 亞洲安全 全世界都比較安全 那你說 那台灣還是會有很多問題啊 很簡單 台灣有民主制度 投票嘛 投票嘛 你要不要人投票 你要不要人公投 所以投票的公投 很多國家做過 阿爾蘭做過呀 加拿大做過 很多國家做過 西班牙做過 用民主選票的方式來證明 統好還是如何 我們要統還是要讀 雖然有一次的決定 不一定是對的 英國公投脫歐了 那現在後悔了 不過沒有關係 民主的價值就在於說 老百姓自己做的選擇 老百姓自己要負責任 不管它的後果是好還是壞 因為你做了決定 所以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 這現在大家已經看得非常清楚了 中共所說的這些話 所講的這些東西 不過是要掩耳盜鈴 是要轉移焦點罷了 所以大家看清楚 想清楚 我們的選擇才會正確 阿根廷從左向右轉 選出了新總統 保守派的經濟學家米萊 米萊表態 將停止和中共的合作 歐洲也出現了向右轉的跡象 被形容 荷蘭版川普的威爾德斯 在大選當中取得巨大勝利 可能會籌組聯合政府 所以我請教宋老師 你怎麼看說 在美中的對抗之下 阿根廷這個時候 一個南美大國 它的走向的影響 是的 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以來 實際上 拉丁美洲本身 一直是受到的 所謂的拉美左派的一個籠罩 或者是一種統治之下 我舉一個比較 有趣而極端的例子好了 2021年的時候 這個智尼大選 有一個年僅35歲 我把它稱之為 叫什麼 左派頑童了 叫做柏里克 柏里克 他當選 只有三十五歲 他在第一輪投票的時候 他是跟共產黨合作而出現的 然後才保持領先的地位 他最近去訪問中國 大買了毛雨露 買了一大堆毛雨露回國 他其實就是一個毛主 毛分子 毛主義分子 那麼這一次呢 我說他是這個左派頑童 就是說 這次他帶了他女朋友去參加IPAC 結果第二天之後呢 官方的媒體宣布 就是他們分手了 所以這個拉美左派 確實是挺有趣的是吧 但是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從2018年以來 包括墨西哥 阿根廷 秘魯 智利 哥倫比亞還有巴西等等 拉丁美洲的前六大經濟體 而且是人口最多的國家 通通都陷入到一個左派的統治 那麼 但是現在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 另外我們談的就是中共 我認為中共這一次 拉美戰略已經出現了一個挫敗 首先回到就是說 拉丁美洲對中共非常重要 重要性在什麼地方呢 它是創造中共貿易巨大盈餘的一個地區 我們看一下這個統計 那麼中共對拉丁美洲地區的那個 貿易的金額 兩千年的時候不到一百四十億 可是到了兩千 二零二年的時候成長到怎麼樣 巨幅的成長到五千億美元 所以說二十年之間呢 足足成長了三十五倍之多 我們以阿根廷為例子好了 阿根廷他對於這個中共的貿易的逆差 在二零二年的時候 已經高達了四十億美元的一個貿易逆差 那麼估計呢 從二零一三到二零一二一年 這八年當中裡面 光是阿根廷對於中共的貿易逆差呢 就達到了五百七十一億美元 那麼構成了整個阿根廷的外債的總和 換句話說阿根廷所有的外債都來自於 對於中共的貿易的赤字 所以可見這個情況是非常嚴重 那麼整體上來講的話 那麼估計到二零三五年 那麼這個中共和拉丁美洲之間的貿易量 會達到七千億美元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拉丁美洲不僅是創造了中共的一個 對外貿易一個巨大隱語之所在 同時還有一個戰略上怎麼樣 在美國後院搞一個什麼東西呢 搞一個後院挖牆的戰略 試圖從後院來抵消美國的影響力 這是一個目前的一個基本的情況 所以這個阿根廷的這個總統叫做 哈威爾·米萊 他是一個經濟學家 那麼他當選了這一次的阿根廷總統 其實各位注意 荷蘭最近大選也是一個極右派的當選 而且是兩個人都是以巨額領先的幅度 獲得的一個勝選 那麼基本上我們回頭來看 左派政治拉美左派給拉丁美洲說 所帶來的結果是什麼東西呢 政治獨裁 然後經濟凋敝 然後嚴重的通貨膨脹 還有就是嚴重的失業率 最後造成社會動盪 然後人民這個困 貧困等等 以阿根廷現在為例呢 阿根廷目前的這個通貨膨脹率多少呢 百分之一百四十三 百分之三 在兩千二零二二二 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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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四月份左右的統計 就是那時候還沒有發生疫情 大概一美元可以兌換八十個匹頭 那么到了这个最近 就最近大概是这个月 一个亿美元可以兑换到多少呢 一千个Pixel 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 这个通货膨胀力呢 达到了这个十二倍以上 超过十二倍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带来了这个哈威尔米莱的一个胜选 哈威尔米莱意味着就是 整个拉丁美洲的所谓拉美左派本身 开始已经褪色了 这个米莱他宣称他几个做法 第一个他要切断跟中共一带一路的 所有的合作的项目 退出金砖十一国 要把他的Pixel改成美元 退出中央银行 这个被经济学家来讲 甚至为叫做shock therapy 就是所谓的修课性质量 或者叫做震荡质量 这就是怎么转向一个极端的一个 不只是右派 而且是一个 我认为几乎是一种怎么样 开个玩笑 一种神经质的自由主义 或者是一种非常疯狂的一个自由主义 但是也就意味着说 整个拉美的左派 至少在阿根廷 已经面临着严重的挫败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说 中共的拉美战略 也出现了一种 开始退色 或者是衰败的一个境地 为什么呢 中共我刚刚讲 一直试图在拉美地区 建立一个什么东西 反美军营 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后院挖墙的这样一个策略 但是中共对于拉丁美洲的 这个所有的政策 只有导致怎么样 拉丁美洲国家成为一个 叫债务孤儿 什么叫债务孤儿呢 一方面它就对于 中共的债务 巨额的负债 另外一方面 国际社会也不太想援助这些国家 所以两面都什么 逃空了 所以这就证明怎么样 凡是接受中共援助的 国家都变得很贫穷了 反而接受美国援助 都变得很富有 像日本战后一个经济的复苏 等等的 所以这个拉丁美洲的人民 基本上已经开始 认识什么东西呢 中共对他们所谓的援助 其实只是怎么样 就是损人儿利己 就是损害了拉丁美洲 然后图立了中共自己本身 只是一种叫什么 制造四字 要么就是制造贫穷 对于拉丁美洲国家 基本上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综合以上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 一方面 从这个阿根廷总统 这个哈维尔米莱的 当选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看出两个趋势 一个就是拉美左派 开始怎么样 出现的变调 另外一个就是 中共的拉美战略 也开始出现了怎么样 退色或者是挫败的一个局面 所以如果我们综合的 荷兰的那个总统的选举 我们就更清楚地看得出来 全球本身的一个 左派的路线 已经遭到了挫败 开始回向了一个 比较保守的一个自由经济的一个体制 这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刚刚讲过 拉美政治最大的特色 就是政治独裁 然后经济凋敝 这也就意味着说 如果说这样一个趋势 越来越明显的话 那就证明怎么在 自由与专制的对决当中里面 自由世界还是取得了 怎么样领先的地位 感谢 好 节目中 我们请两位 给我们一分钟来总结 今天的讨论 先请明老师 好 第一点就是 中共对于台湾问题 现在好像开始有点改口 希望美国来支持它的和平统一 它背后 当然我们要小心一点 就是怕它要去推一个第四公报 所以台湾对这地方要特别注意 然后在对美公司方面 要特别特别留意这块 而且老师 他可能是不走公报 就直接让它灰色的变现实了 那就更麻烦 不知不觉就给它吓了他 所以我们更要注意这一点 第二点是崔天凯讲的话 其实虽然站不住脚 但是我们要注意就是 它是一种谈判手法 它在创造筹码 也就是我用这东西套住你 然后让你觉得说 这是很大的问题 你不敢随便什么 然后你要对我让步 所以它也是一种认知战的作为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谈到台湾大选 刚才我讲的 最重要的点就是 中共从本质上面 是害怕台湾的选举的 因为它害怕台湾的民主政治 所以它对台湾一方面抹黑 二方面转移焦点 然后第三点要把水搞混 它就要避免大家看见 共产主义 它自己才是真正的问题 而我们必须得明白这一点 所以我们的文宣站也好 我们的反击认知站也好 也得抓紧的问题的主轴 才不会被中共带着偏离的焦点 宋老师 好了 我想我们今天也来谈论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中共重新提出一个叫中国和平统一的这个方案 来跟美国进行一种较量等等的 但是我要特别强调 所谓的中国和平统一这个方案 不是一个单一的方案 它是一个综合方案 这话怎么讲呢 它是有一个就是从 我们从光谱来分析 它是从和平到武力的东西里面 在这个光谱分部当中里面 所有的策略 所有的方法 所有的手段 都是可以让中共来统一台湾 并吞台湾的所有的手法 所以中国和平统一本身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框架 曾荣明老师所讲的 是从今要去框线在美国 套在美国的桃上 要求中共我们不要武装台湾 然后你这个要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 等等的 是一种新的一个对美的 在台湾议题上一种新的战略的提出 这点我们要加以警惕 那么第二个就是 谈到就是关于这一次的 这个所谓的台湾议题 我不讲台湾问题 我讲台湾议题 崔天凯雷的所有的说法 就是不小心讲出了真心话 证明了中共要跟美国大冒险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曾荣明老师说的 什么生死攸关 好像自一九四九年以来 中共每天都来生死攸关 真的看起来好久度日如年 我们固定不是讲说 中国大陆水深火热吗 看起来好像是真的 水深火热 每天都在那边生死攸关 最后我们谈到拉美的问题 拉美的问题让我们 可以看出就是说 整个拉美的左派政治 跟开始的褪色 从这次阿根廷总统大选的变天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同时更为让我们注意到 就是说中共在这个 拉美地区所推展这个战略 一是要在美国后院搞这种 所谓的后院挖墙的战略 二是希望能够在拉丁美洲 创造一个中共巨大的外贸盈余 但它所有的结果 都是给拉丁美洲人民造成了 什么样无穷的痛苦 跟什么样非常严重的 一个贫穷的问题 所以中共的拉美的这个战略 通过这次阿根廷大学 可以证明应该是不是说 是出现了一个 严重的挫败的局面 好 我非常感谢两位来宾 精辟的分析 也感谢观众朋友的参与 那么我们有在这个YouTube上 有一个子频道叫做 《新闻大破解随选》 那边汇集了许多精彩片段 也希望大家能够去订阅 分享 按赞 然后也欢迎大家到 这个干净世界平台 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新闻大破解》 每周一三五再见 感谢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请留言 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各位呢 长期对我们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团队呢 将持续为您制作更有值的节目